国立青南国际大学国匹系教授孔温柔 之前曾经在纽西兰学习 而该学习单位曾经举办来台交流营队 当时就是由孔教授带领基大学生协助办理 因此推荐给纽西兰艾浦森女校 帮忙安排该校首次来台的参访行程 并委托地方文史工作者潘启贤老师 来导览玻璃景点以及庙宇文化 长大的孩子来讲这些体验不同的文化的事情 然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对于学生有这样的机会 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让这些师生能够来到庙里面体验拜拜 抽签 执交 以及收金这种 在国外非常不容易能够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游城 此次庙与文化活动除了介绍普利公子庙 以及马祖庙之外 也让纽西兰师生体验拜拜 直角求刮 以及收金等等体验 该校副校长表示 不同文化的体验学习 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化 就是台湾人在他们精神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 然后很重要的在台湾的文化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有在学习中文的同学 我从纽西兰带来的同学 希望说他们能够体验这样子一个深刻的台湾的很好的文化 看同学的反应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觉得既新奇 又觉得心里有很多发自内心的敬畏 本身也是台湾人的林佩怡说 因为这次有机会来台参访 她觉得宗教文化对于台湾人来说 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信仰 因此正是带着爱普山女校到台湾 特别也希望他们能够深刻体验 以及了解当地的宗教礼书 记者曾光佑 普里正采访报道 吃